最近金星的脱口秀节目 金星秀遭遇下架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为他惋惜的 也有觉得疯得好的 总的来说 这个敢说敢做的人 很多时候三观还是挺真的 虽然很毒蛇 但是从某一方面讲 也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毒蛇 能抛进娱乐圈里的一些怪象 揭发一些不为吃瓜群众所知的面 今日金星上李静主持的访谈节目时 那次节目可谓是明知安斗啊 两人谁也不给谁好脸色看 李静一上来就稀里的问金星 你为什么总是骂别人呢 是看别人不顺眼吗 而金星听了这个问题之后 显得很事物语 他们笑了一下说 我就是看不惯别人妆 错了道歉我不记仇的 我就是不能容忍的人 李静听完金星的回答满脸黑线 整张脸上的表情写着一个大邪的嫌弃 也许李静那种人确实没法理解 金星那种不羁的性格 而李静更是脱口而出 你平时说话都是这么可无知蓝吗 金星一听不高兴了 撇了一眼李静 说我不啊 只是对有些不追踪我的人这样而已 金星也表示自己并不是口无遮蓝 这是活得真实 想说什么说些什么 不像有些人虚情假历的 金星的回答虽然在嘲讽李静 但也没毛病啊 最后金星还是很聪明的表示 不和虚假的人为伍 这八个字显然是在说李静啊 李静确实挺虚假的 在青春旅舍中 自己不去收钱得罪人 还让隔岁去 之后还一脸看热闹的表情 所以李静也意识到金星是在收自己了 直接干她的笑不出来了 金星这八个字 一下子让李静下不了财 情商很高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